诶 刚刚新宇在这个新闻里面讲到周三 有没有想到周三是什么日子啊 周三可是除夕哦 那大家一定要想今天的天气这么冷 会不会冷到过年呢 不会哦 因为最主要这波的寒流影响在今天清晨是达到最强的 到了今天晚上冷空气开始减弱了 所以呢 明天小年夜你车子准备要南来北往 你就发现到白天温度开始上升 而到了除夕开始呢 可就是温度越来越舒适呢 尤其这个礼拜六日啊 甚至南部会到27度哦 不过今天清晨白天温度低 我们来看一下准备出门的户外天气了 哪里最低呢 今天有两个侧站的温度一样的低 一个是淡水侧站 一个是板桥侧站 两个侧站的温度都在8.9度 那台北市呢 台北市现在是在9.9度哦 这个温度还蛮有一个有趣的数字 倒是可以想想看你的大乐特要牵什么数字了 中部地区10.7度 而到了南部地区呢 在12.8度 有没有注意到 全台湾呢 天气状况来说 云层量在中部以北都偏多 南部的云量开始减少了 而东半部地区呢 现在气温在14度 外岛地区呢 马祖现在只有3.9度哦 所以在要前往马祖或者返乡过年的朋友 马祖如果你今天要回去 温度还是偏低 不过到了除夕啊 你要回去的时候 这马祖的温度可就要上升了 那金门现在是在86.9度 而在澎湖现在11.9度 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白天仍然偏冷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降雪咯 来看到云图上 可以注意到在昨天的时候 水汽整个游溪往东的方向在移动 那云层高度呢 大约在2000公尺左右 高山的部分呢 倒是有降雪的状况发生 那平地呢 昨天只有在北部地区 迎风面下了一点短暂雨 微微的一些毛毛雨 在一整天的时候 台北靠近东边的部分都比较明显 而中南部地区呢 昨天云层量偏多 但我们可以注意整云层的走向 在台湾北方呢 再上去这边呢 这个区块已经是天气晴朗 因为这边是主高压的位置了 高压逐渐的要接近到上海了 而在我们台湾上空呢 北部地区云层仍然偏多 因为今天是东北风吹进来的关系 而到了中南部地区呢 可以注意到台湾海峡附近这边 云层已经开始减少 所以今天中南部阳光都会要开始露脸 这阳光一露脸啊 日夜温差可就开始变大了 今天白天中南部温差大 北部地区天气冷 但是到今晚冷空气强度 没有今天清晨这么强咯 等到了明天呢 白天温度就开始上升了 后天可就是除夕了 除夕初一好天气 到了初二的时候 北方的高压带下来微弱东北风 所以北部地区啊 你回娘家 往北走 过了新竹以北会有点短暂雨 那中南部依旧是天气晴啦 那到了初三啊 这个周休假期啊 你就会发现温度升得更明显 因为北方高压微弱 风向偏的东南风上来 中午高温 北部可是到了22 南部甚至会到27度喔 所以这个礼拜你会发现到 温度像阶梯一样是逐渐的上升 接着来看看今天了 先注意到今天的天气 北部地区还有点短暂雨 云层量来说会减少 中午高温还是偏冷 13度 晚上低温在10度 不过不会比今天清晨冷了 到了中部地区呢 天气状况来说 白天阳光会露脸 就可以接近18度到19了 但是夜晚天气寒冷 还是在嘉南平原 今天晚上温度会在10度 而到了南部地区呢 高雄的南部呢 在台南高雄屏东呢 日夜温差很大 白天阳光露脸在22 早晚的天气13度 到了东半部地区 最主要是宜兰花莲 有点短暂雨 到了台东呢 云层量多 再来当然看看 未来一朝的天气了 这重头戏啊 可是在明天开始 小年夜开始要回家了 白天温度可以看到 北部升到17度 只有清晨天气冷 白天温度升 中南部都是天气晴朗 到了除夕跟初一啊 温度北部升到20了 南部地区可就在24度 所以除夕初一 都是个稳定的好天气 到了除了你要回娘家 车子往北部开 跟宜兰 台北跟宜兰开的话 会有点短暂雨 因为东北风略为增强 北部地区飘点雨 那中南部呢 天气晴朗 温差还是偏大 到了这个周休假期啊 我们可以注意到 北部温度升到22 到了南部地区 可就升到27度了 所以中午暖和 可以看到 未来的天气系统呢 温度会逐渐的在上升 小丁您倒是给您个提醒了 今天还是含流音响 等下婆婆妈妈们出去买年货 记得穿着要注意保暖 更多的新闻 交给七点电视早餐 赎分